大多数成年人都经历过不少非常糟糕的时刻 当然那些非常幸福的人也会遭遇人生的低谷 这句话出自北欧小说之王巴克曼的小说《焦虑的人》 书中一位39岁的中年母亲迫遇无奈 举着一把枪冲进一家无现金银行 成了银行劫匪 抢劫失败后为躲避警察 他仓皇逃进一栋公寓楼 遇见了一群同样深陷生活困苦的人 读着他们的故事 就像看到自己乱糟糟 却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每天像工具人一样 被数不尽的责任拉着往前走 仿佛这身皮囊都不是自己的 可即使如此努力 本波还会冷不丁被生活丢一颗炸弹 炸得你毫无还手之力 人生于你是从未停止的焦虑和痛苦 但读完这篇文章 你就会明白 困顿的人生 只有竭力做自己的百度人 才不会被绝望淹死 生活不尽如我所愿 但我仍然有所袭击 这就是活着 一 人生的困顿 从不为谁网开一面 这位无奈沦为银行劫匪的中年母亲 有始至终都没有自己的名字 我们就称她为银行劫匪吧 银行劫匪悲剧般的人生 从她童年就开始了 因母亲酗酒 抽烟 七岁时 母亲和她被赶出家门 好不容易找到住处 又因母亲捏着点燃的香烟 睡着被烧掉了 年幼的她发誓 永远不做那种付不起账单 甚至不知道要带孩子住在哪里的母亲 可命运却跟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银行劫匪成家后 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她每天上班 照顾家庭 努力争取老板和丈夫的欢心 没想到 丈夫竟然背着她 出轨了她的老板 离婚时 没有房产所有权的她被赶出了公寓 老板也把她炒了鱿鱼 房子和工作都丢了 前夫还来征孩子的抚养权 律师告诉她 如果她租不到房子 孩子将归前夫抚养 于是她清空了银行账户 卖掉了所有能卖的东西 凑起了一个月的房租 终于有了妻身之所 可她找的那份临时工 根本申请不到银行的贷款 没有房子 她要如何跟女儿们一起过新年 生活将她生生逼到了绝境 日常生活中 类似这样的绝望有很多 有个亲戚 四处求医才怀上的小孩 两岁多时被开水烫上 导致组织损坏 无法正常进食 只能靠流失果腹 一个同事 奋斗到接近五十岁 刚停了职称 涨了工资 孩子却突发疾病 倾家荡产都没能治愈 还有一个长辈 平时特别注重养生 却突然被查出职场案 医治多年无效 六十一岁便离开了人世 每当这时 我们可能会觉得 自己是唯一的不幸者 殊不知 生活从不会对谁温柔相待 就像书中说的 早晨一睁开眼 各种别忘了和记住了 就如同雪崩 排山倒海而来 我们没有时间思考和呼吸 只能在雪堆里 挖出一条活路 而第二天 又会出现新的一对 人生的困顿 从不会为谁网开一面 无论贫穷还是富裕 没有人能逃得过生活的困苦 你我都一样 二 陈你命运苦海 便是化地为牢 银行劫匪被前夫赶出公寓后 曾在地下室储藏间住过一周 当时天已经冷了 他在地下室储藏间搜索保暖物品时 找到了一把玩具枪 想着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 不知要过到哪天 他便带上了玩具枪 以防小偷 没想到 他自己却成了最疯狂的小偷 新年的前两天 房东催交房租 律师又拿孩子抚养权的是威胁的 走投无路之下 他拿起手枪 冲进一家银行 伪装成银行劫匪 银行柜台人员赶忙报警 银行劫匪在慌乱中 闯进街对面的公寓里 发现这里有几个人正在看房 银行抢劫案 瞬间变成了人质劫持案 警察包围了大楼 记者很快出现了 整栋楼被围的水泄不通 银行劫匪才明白 困境之下的绝望之举 生生把自己推上了不归路 除了银行劫匪 书中的其他人 困在生活的牢笼之中 银行家扎拉 十年前因一名男子负债 而拒绝了他的贷款申请 崩溃的男子 给他写下一封信后 跳桥自杀 十年来 扎拉始终把错都归到自己头上 他把跳桥男子写的信 收在包里 可始终没有勇气打开 扎拉把自己困在新牢里 不与人交往 经常整夜失眠 频繁地去看心理医生 他还总以看房为由 站在房间的阳台 呆呆地看那座桥 警察吉姆 抓了一辈子毒贩 女儿却在吸毒 他日日在亲情与职责的撕扯中度日 87岁的艾斯特尔 拥有一整套公寓 老伴却早早去世 女儿也不在身边 他只能在卖房的热闹中 让自己暂时逃离 令他窒息的孤独 有情皆孽 众生皆苦 心理学家提出过一个概念 叫始华自论断 意思是 所有坏事情 只有在我们认为 它是不幸事 才会真正成为困境 困住你的 从来不是生活的磨难 而是你看待它的角度 沉溺于命运苦海 如同作茧自缚 化底为牢 只有用心捕捉不幸中的转机 才能找到幸福的出口 挫折会来 也会过去 热泪会流下 也会收集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的 因为 我有着长长的一生 无论苦难多重 请千万不要放弃 选择勇敢面对 你终能等到柳暗花明的一天 三 允许一切发生 做自己的百度人 银行劫匪闯进房间后 恐慌又无助 他停顿了好长时间 才把枪拿起来 对着了房间所有人 扎拉和其他人 包括房主艾斯特尔 都被吓得大喊大叫 银行劫匪想告诉所有人 他不会伤害他们 可他只能发出阵阵抽气声 他无力地垂下拿着枪的手 一向冷漠的扎拉 以为他要自杀 快步上前 告诉他别做傻事 埃斯特尔也围过来 担心地看着银行劫匪 在他的引导下 银行劫匪慢慢讲出了事情缘由 面对这个因担心失去孩子 茫茫撞撞抢银行的中年母金 大家生出了极大的宽容心 他们原谅了他 公寓外 由于长时间的等待 警察已变得极不耐烦 老警察吉姆 悄悄溜进公寓 敲响了房间的门 听到敲门声 房间内所有人警觉起来 大家提出给银行劫匪化妆 帮他脱身 可银行劫匪拒绝了 他决定用担责任 即使会面临枪毙的结局 银行劫匪打开门 吉姆的枪瞄准了他 可当吉姆看到 和女儿发色一样的银行劫匪时 他的手顿住了 众人纷纷替银行劫匪说清 吉姆私存良久 决定悄悄放他离开公寓 银行劫匪的勇敢拯救了自己 一切平息之后 克斯特尔免费把公寓租给了银行劫匪 这位空巢老人 第一次过了个有人陪伴的新年 往后的日子 劫匪和两个女儿陪伴着克斯特尔 一起度过了许多温暖时光 扎拉也鼓起勇气打开了信 看到信中不是你的错后 终于释然 他辞掉了工作 并把财产捐给了慈善机构 决定去寻找新的生活 老警察吉姆去找了女儿 希望他洗心革面 能够回家过圣诞节 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没有谁的生活高者无忧 也没有谁的人生一帆风顺 真是人生始终是 苦累生活 自己家堂 风雨路途 自己撑伞 时间能度的都是愿意自度的人 就像罗翔老师说的那样 低骨气的苦难 就是为了积蓄力量 哪怕是裂缝里透出的光 也要牢牢抓住 然后生出向死而生的勇气 只要你足够勇敢 一定能跨越泥泞的沟壑 只要你足够坚定 一定能在迷雾中重新启航 故事的最后 没有名字的主角 那位银行劫匪 争回了孩子的抚养权 和两个女儿搬进新家 他每天接送孩子上下学 照顾他们的掩饰起居 一切是如此平淡又美好 正如每个平凡人 最向往的生活那样 想起从前那段绝望的日子 再看看如今重生的自己 他终于明白 原来即使我们生而平凡 哪怕我们身处低谷 但只要希望不灭 终能找到出路 走出泥潭 传席路终有一句 震聋发聩的话 人间道场 与你生怜 世间磨难 皆是底力切磋我也 世间这一遭 荆棘满地 烦恼丛生 困顿常在 人生这一趟 风雨不绝 挑战贫现 坎坷满图 可毕竟没有烫不过的河 没有卖不过的坎 受困时设法突围 挫败时敢于重来 失意时坦然面对 要相信 熬过最难的日子 你一定会遇见下一个春天 我会遇见下一个忠词 这一趟